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高级官员6月11日表示 一名中国男子6月9日驾驶快艇非法进入接近台北港口后被捕 这名中国籍软性男子曾担任过中国海军的艇长 台湾官方表示 无法排除中国使用灰色地带手法 侵扰测试台湾防御底线的可能 中国当局6月12日表示 事件纯属个人行为 台湾不应过多怀疑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全民记者 手机记录中国 让我们从墙内网民拍摄的社媒视频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经济不稳定是社会动乱的前提 而在帮助经济和镇压这两个选择中 中共看似选择了后者 这位网友转发了吉林省长春市武警部队武装到牙齿 对市区常态化巡逻的视频 推着网友讽刺的评论 维稳的钱比改善民生的钱少多了 维稳除了花钱还要情绪安抚 大爷可没那么多时间折腾 大爷们更喜欢暴力出奇迹 简单粗暴还特别安静 说到简单粗暴 网友Jason Wang转发了七个交警鲁莽的制服一个机电动车的女士的视频 推着网友感叹道 当年土匪在深山 现在土匪在人间 李老师发对说 6月10日 山东辽城 网传唐原镇村委会强占耕地 不让村民种地 还雇用社会人员殴打村民 推着网友说 基层共同体被破坏 民众毫无组织能力 被黑恶势力内外勾结 任意盘剥 李老师发对说 6月11日 山西魂原县 恒原新资金合作社爆雷 导致储户们的钱无法取出 储户们在县政府前高喊 书记还钱 推着网友评论 必须抗争 才有可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习近平在5月份访问欧洲时 向欧洲领导人一口否定说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但现实却是恰恰相反 李老师发对说 6月9日 网传 甘州爱康光伏科技有钱公司的文件称 由于整个光伏行业目前产能过剩 公司决定停工停产 停工第二个月 公司按最低公司标准的70%发放 员工需要承担宿舍水电器等全部费用 早在今年年初 不少光伏企业就曾传出裁员消息 网友评论 经济下行 百业凋零 包子更是倒行逆施 支持俄罗斯 与现有世界秩序背道而驰 加速倒车 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社会 如今处处都是百姓受苦的现象 不久前 中国各大城市出现了跳桥风潮 这位有才的网友就此做出了评论 哪有问题我解决哪 那有几只羊撞墙了呀 有三只不过这是个人行为啊 那个个羊行为 该不会是你羊圈有问题吧 羊圈没问题 我家还是幸福羊圈的 你看去年刚平的 谁平的呀 就我们村的养殖户们 他们说我幸福就默认我家的羊也幸福 就把我家羊圈评为幸福羊圈了 幸福羊圈的羊咋还死了呢 幸福死了吧 凭幸福羊圈应该问羊的意见呀 羊挺幸福的 不幸福我给你问问他 你问幸福吗 幸福就默一声 你看看幸福 你看看老幸福了 这么好的羊 以后可得看好了呀 那肯定的 我还等着从他们身上好羊毛着 得让他们好好活着 现在除了加高栏杆 我还派了两只母羊圈看着 就附近的墙现在都有人看着了 你看那边就有个手墙人 你是手墙人呀 对 二十四小时守护中 你也是怕羊死是吧 我才不管羊死不死呢 关键别撞到我家墙上 别死在我地盘上 我就没责任 我这路着呢 哎呀那个 我其实特别爱羊 上次羊死了之后 我像天塌下来一样 连着哭了三天三月 我绝不能让羊再次行暖件 外边有狼 你们啊就好好安心在羊圈待着吧 在这儿虽然不能说锦衣玉食吧 但起码每天也有口饭吃对吧 那羊能吃饱吗 羊说了减肥不用吃能饿饱 是被迫减肥的吧 你看你这羊饿得咩咩叫 怎么不让他们吃饱呢 我养羊 是为了让他们给我创造价值的 现在草撩柜 让他们吃饱了也不给我下肚 那羊为啥不下肚呢 羊可能活明白了 他知道他活着让人家耗羊毛 死了让人家扒羊皮吃羊肉喝羊汤 他生了小羊膏以后还得让人吃 羊算看透了 他不想再让他的后代重复他的悲剧 所以他就想断子绝孙了 那下一步准备怎么弄呢 下一步准备给他们来一层羊生哲学讲座 告诉他们当羊就要进羊室请千命 即使有一天你们不带着 但你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菜单上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的环节 6月10号 4名美国人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被捅 网友们挖出了嫌疑人的信息 根据这张网传的协查通报 一名55岁姓崔的男子又重大嫌疑 该出片在微博上被屏蔽 李老师转发了吉林警方通报 报道称 崔姓男子的行凶动机 是因为走路时与外籍人士发生碰撞 一名中国籍游客试图阻止冲突 结果也被弄伤 犯罪嫌疑人崔某某当日被抓 据了解 4名美国人来自美国爱奥瓦 艾奥瓦康奈尔学院 首邀在北华大学授课 其中一位受伤的美国人 David Zabner 接受了爱奥瓦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 并讲述了当初的状况 David5年前跟康奈尔学院 来中国交计算机科学课程 David说 事发当天 他和他的同事离开北山公园时 本以为他的同事被人推了一下 他转身后 看到一个持刀的男子 宠他挥刀子 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 当他低头看到自己的肩膀 在流血的时候 才意识到他被捅了 David对爱奥瓦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说 他很期待会到爱奥瓦州 虽然警方通报传到网上 但是网信办看似审查了相关的讨论 一位推特网友补充说 胡锡进发微博评论此事 都被删除了 连他都被删 可想而知 曾在广州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 兼主之人 Hazer Harding留存了胡锡进的帖子 胡锡进说 我们民间对出现在街市和旅游景点的外国游客 普遍很友好 这个事件是个偶然事件 Hazer Harding回应胡锡进的言论说 胡锡进 你也有责任 你是煽动民族主义 导致这一切的主要人物之一 外交部发言人也出来救场 试图阻止该事件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所有的伤员第一时间被送医 并得到妥善救治 均无生命危险 警方初步判断此案系偶发事件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开展中美人文交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得到两国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方一直采取有效措施 并将继续采取相关措施 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有关的偶发案件 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正常的开展造成影响 推着网友调侃道 中国是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就不知道 不过外交部的嘴里肯定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被世界上最后的脸皮保护着 然而美国官员的愤怒并没有被平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推说 我对三名美国公民和一名居住在爱奥瓦州的 非美国公民在吉林被捅事件 感到愤怒和深感不安 今天一名美国领事官员在吉林医院 探望了这四名受害者 他们正在那里接受治疗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中国数字时代留存了一篇阿波罗评论网 评论吉林案件和中国对此的回应的文章 文章作者《无声无光》说 据当地警方的最新通报 崔某某在北山公园走路时 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 然后弄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 以及上线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 不难推断 这份通报旨在弱化此事的严重性 发生碰撞的说法 至少显得这是一起非预谋的偶发事件 然而这里面还有许多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会随身带刀去公园 碰撞又是谁碰撞了谁 若只是凑巧冲突 为什么弄伤一个人之后 还要继续伤害另外三名同行外籍人士 这两天群里聊起 不止一位群友的反应都是 义和团又回来了 这种袭击老白之举 很容易让人想起相应的历史事件 当然行凶的具体动机还有待查明 但真正令人忧虑的还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大众对事件的反应 虽然有不少人质疑 谁出门随身带刀 认定还有内情 但对一些人来说 对内情的理解也不一样 在界面新闻的相关报道底下 高赞的留言包括 一名中国游客和四名外籍教师 这么写才合适 本国人最重要 和应该实施求是 不能重洋媚外 在环球网的报道底下 有一位直接给出了结论 肯定是老外仗着美国身份冲撞了同胞 希望早日释放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在现已消失的一条视频底下 还有这么两条让人印象颇深的高赞留言 会不会是这四个美国人自导自演的 还有 一定是日本人假扮成行凶者 所有这些留言的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假定我们是清白无辜的 甚至都不愿意和行凶者划清界限 而倾向于把它看作护殴 或者干脆是对方仗势欺人在先 他们也唤起了历史记忆 但不是义和团狂涉排外的那些 而是近代受洋人侮辱的那些 既然如此 仇外攻击就是正当的 作者问道 为什么在经历了40年的繁荣进步之后 出现的一幕竟是义和团重来 巫术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或是想不通 或是懒得想 就只简单归结为一个退化论现象 由于某种神秘的合力 发生了肉眼可见的愚昧倒退 但问题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真正值得恐惧和警惕的地方在于 这不是偶然的异常倒退 而恰是我们这个演进过程中正常的结果 正因高歌猛进的长期繁荣强大 催生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强烈自豪感 只有势必让一些国人产生一种补偿心理 以前是迫不得已 但现在都强大了 为什么还要像以前那样对洋人那么客气 尽管从理论上说 这像是一种拨乱反症 但这一不小心就会用力过猛 事实是 这样的情绪到处暗潮涌动 5月底 复旦大学开国际学术会议 有个80多岁的美国泰斗 上驻租车搬行李去机场 动作稍慢了 听说也遭到复旦皇冠酒店的保安当场大骂 不要以为你是美国人 正如说及此事的友人所言 这两件事性质是一样的 这是吉林动手吧 文章作者说 之前我就意识到 中国人那种国内最安全 国外处处危险的普遍心态 隐含着一种自我封闭的冲动 但现在看来 我当时少考虑了一点 那就是 这种自我封闭 不仅仅是自己不想出去 有些极端者还可能表现为 不欢迎外人进来 也许这些人无法理解的一点是 他们这样看似极力捍卫我们的利益 但最终反而会损害中国利益 尽管内情还有待理清 但四位外籍教师被弄伤 大众对此事件的反应 反此等等 要让外媒相信中国是一个对外友好的国家 至少将花费很多额外努力 最后 文章作者说 事件究竟产生什么影响 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 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反应 关起门来 自我陶醉并不是出路 世界当然离不开中国 但中国更不能失去世界 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以及其后果处处可见 2012年 中国宣传日本购买钓鱼岛 侵犯中国领土权 最终导致U型索事件 如今 中共宣传日本核废水 导致铁头去日本 涂鸦建国神社 大家说 中共这几年反美的宣传 有没有可能部分导致 这周的吉林事件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6月7日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 专栏作家 Milton Esrati的文章 标题为 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中国数字时代 留存了一位墙内网友 对这篇文章的分析 文章指出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今年1到2月 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3262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9% 3月份情况有所好转 今年一季度 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4240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4.5% 对于收入下降的原因 财政部解释说 由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个人 实际上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 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 反映了家庭收入 向这一水平以下转移 福布斯的文章认为 10万元的年收入 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底线 收入短缺表明 有多少人已经失去了 中产阶级这一地位 2024年1月 彭博社汇总了 智联招聘上 38个主要城市的 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 2023年第四季度 这些企业的平均工资 较上年同期下降1.3% 至10420元人民币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也是自2016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降幅 其中 北京平均工资水平 同比下降2.7% 已是连续第四个季度 出现收缩 广州的工资下降了4.5% 电动机车 电池 太阳能和风能等 新经济行业的入门级工资 也一直在下降 财新和商业大数据公司 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份 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 2.3% 至13758元 更令人失望的是奖金数据 平均比上年下降了17.5% 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奖金 下降幅度更大 为27% 金融行业的奖金下降幅度 更大 为35% 奢侈消费品的销售额 也急剧下降 福布斯文章引用的数据显示 瑞士手表对华出口 较2023年下降了25% 距离财经5月22日报道 法国LMVH集团 英国Burberry 意大利Gucci等外国奢侈品牌 今年前三个月 在华销售额均出现下滑 福布斯的文章还提到 中国的高端餐厅 也报道了销售额下降的情况 尤其是在客流量 回升到低端餐厅的情况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中国二手钢琴库存量上涨很高 给价格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福布斯文章称 由于钢琴长期以来 一直是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志 库存过剩 说明了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追求 福布斯文章认为 造成中产阶级消失的主要原因 是房地产危机 自2021年恒大爆雷后 多家大型地产商相继出现危机 如碧桂园 融创 万科 万达等 爆雷的中小地产商 更是不计其数 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 造成了严重打击 2023年12月 中国70个大中城市 现有房屋的平均价格 较上年下跌6.3% 这是自2011年 有这个数据系列以来的最大跌幅 房地产行业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但现在它却成了中国经济的拖累 据彭博社报道 截至2023年的三年间 房地产市场低迷已导致约50万人 推出房地产行业 这还不包括建筑和营销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 彭博社预计 到2026年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比重 可能会萎缩至GDP的16%左右 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导致约500万人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风险 观众朋友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感觉到中产消失的现象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Peter Lee回应习近平家族的7亿美元海外资产说 习家族海外资产只有7亿美元 7万亿还差不多 马剑都不止200亿美元 康麦郎说 才7亿美元 你是看不起习总还是侮辱习总 7月冷说 看来包子确实是大陆最干净的高官了 一个家族才50个小目标 网友习驱虫 我引胡锡进撑在哈马斯撸走华裔女孩 Noah Agamani后给他人道待遇说 建议胡锡进把自己女儿送到哈马斯那里当人质8个月 体验体验哈马斯人道主义 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